大家好,你们是否遇到过,一个网站你如果同时有多个账号需要登录时,你如果登录却需要频繁换多个浏览器,或者是一个浏览器退出后再登录其他的账号,如此操作非常麻烦。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浏览器的扩展,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一个浏览器就可同时登录多个账号,操作便捷,使用简单,这一个就是它的官网。 扩展我已经安装好了,现在我们开始吧。 我现在以这个设计素材网站为例。 在扩展界面可以看到当前网站绘画,就是目前访问的网站链接。 接下来你们只需要跟着我的步骤操作就好。 点击这个小圆圈里面有个加好这个按钮,稍等一下它就自己根据刚刚当前网页绘画这个链接,创建一个新的独立的绘画。 这里的名字,我们自定义一个方便识别的名字。 我这里就写官方名字,点击又可以确认。 在扩展软件处查看添加结果。 这里我们已经是添加成功了,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扩展面板网站前面图标的颜色。 和浏览器的网页这里显示的图标是对应的,这样就方便我们分辨是通过哪一个链接打开的网页。 这里我们就尝试登陆第一个账号。 我这里选择扫描二维码登陆,大家稍等一下。 我们已经登陆好了,查看一下登陆情况。 确认没问题,我们就设置下一个账号登陆。 我们重新回到扩展面板,找到带持人状的按钮,点击。 选择新绘画。 稍微等一下它会自己跳转新的绘画页面。 这里和之前设置是一样的。 这里的名称我们写一个方便自己识别的名字。 我就不做过多说明了,点击又可以确定。 我们回到扩展页面查看添加的结果。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目前就是两个绘画了。 每新添加一个绘画,软件都会用不同的颜色区分。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红色,第二个是橙色的。 现在我们回到网站的首页查看。 现在这里显示是需要我们登陆。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绘画,刚刚我们是已经登陆。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是否退出了登陆, 确认时就是在登陆的一个状态。 绘画和绘画的信息是分开独立的。 这就是这个扩展软件的特点之一。 现在我们登陆另一个账号。 这可以忽略我的操作。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账号登陆需要设置。 可以看到已经登陆成功了。 接下来我们来检查对比一下。 是不是分开独立的且没有冲突? 并且刷新一下网页看看。 查看一下登陆信息。 另一个也是一样的。 我们已经设置好账号信息。 现在就关闭所有网页尝试从扩展打开网页。 直接点击链接就好。 检查一下登陆信息。 点击另一个链接。 检查一下登陆信息。 好了,没有问题。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它的其他功能就靠大家自己尝试使用了。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。 希望对你们有用。